B2C所有住家的市场非常的大 马来西亚根据就是之前的数据 我们差不多有3.2个million 就是325万的这些住户 这些住户呢其实目前坦白说 如果装有太阳系统呢 我个人觉得它的这个比例是非常的低的 这个市场其实有很多空间 目前呢又有另外一个趋势就是 我们大家都在家里工作 我们的住家这个电费都不断的上涨 那其实很简单的就是解决方案就是装太阳能吧 你在收听的是由财经制作的开门建商 在这个节目当中 有能杰和洪耀和你一起探讨 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今天来做个开门建商的嘉宾 是来自PlusXnergy的CEO 许传真先生 其实呢 这已经是传真第二次来我们的节目了 我记得上次传真他接受我们访问的时候 他就有跟我们说明 他们已经将原本Plus Solar的这个公司的名称呢 改成PlusXnergy 那么那个时候呢 他也卖了一个关子 说他们的公司在接下来会有一个很重大的业务宣布 到底是怎么样子重大的业务宣布呢 我相信我们的节目是绝对不能错过的 所以今天又再次的请他来到开门建商当中 是 传真应该算是我们开门建商很早期的其中一个嘉宾吧 大概是6月还是7月的时候 接受了我们第一次的访问 那时候就有提供一些他对于新能源的一些看法 跟刚刚能够有提到的 这个卖了一个关子的部分 那其实PlusX那局也在上个星期四 就是8月26号正式宣布说他们会重塑品牌以及拓展业务 其中一个我最期待跟我觉得很excited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推出针对消费者的这个太阳能租赁服务 就是Rent to Own了 那简单来说他们现在可以让消费者透过SubPlace 这个我们其实也曾经访问过的这个企业 这个租赁的平台 用每个月一笔费用来订阅他们的太阳能租赁服务 而根据他们说法 这样子的一种服务能够帮助消费者 节约每个月高达九成的电费 那你这个工了五年之后 就能够免费的拥有这项服务 他们也确保说这个太阳能租赁服务可以服务25年 那换算来就是你前面工了五年之后 那未来的20年 你可能就是可以用很低的成本 维修的成本 或是说缴很低的电费 就想要这项服务 对消费者来说 这个无疑是一个福音了 其实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福音 而且我也发现说 马来西亚的企业互相的这种联动 还有合作 这个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兴奋的 但是我们今天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想要问 特别是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其实要来转型 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要如何在这样子的一段时间里面 提供一些让市场可以来认可的一些方案 那除了有针对消费者的 这个太阳能租赁的服务之外呢 其实Plus X Energy在线上发布会的时候 他们也说到了要帮助企业 在这个时期节约现金流 这个是很多企业现在 非常努力要去做到的事情 他们能够扮演一个怎么样子的角色呢 那另外他们也推出了让企业用 Carpex的方式来获得太阳能租赁服务 这个谋略不得不说是一个蛮吸引人的一个做法 毕竟现在有很多的企业都在说开源节流嘛 如果要购买太阳能光伏板来节流的话 可能有些企业还是会就是再多思考一下 不是说不买 只是要去考量它的这个利益 或者是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节流这件事情 那么有了这个零Carpex的方案呢 或许对于企业来说 这个吸引力可能就会比较高一些 是 那我们其实都晓得新能源是未来趋势 其实口中也寒了很多年 但是它要怎么样变成一个 人人都可以普遍使用的话 成本的考量当然就是必不可免的一件事情 那PlusX Energy其实也在线上发布会的时候认为说 其实大马乃至于整个亚太地区呢 我们其实还有很多没有开发的 这个再生能源的市场潜能 那么他们预计就有高达 15兆3000万亿令吉的这个潜力 那究竟PlusX Energy对于新能源 或是再生能源这一块还有怎么样的部署 我们马上请来我们的CEO 许传真先生来和我们分享 欢迎你传真 谢谢 谢谢宏耀 谢谢 谢谢爱塞 其实传真这个PlusX Energy在上个星期 你们就已经正式的这个落实品牌的一个重塑 那么你们将这个业务分为PlusX Energy Service 还有PlusX Energy Edge Technologies 那其实我今天就非常好奇 这个我最想要问的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 这两个的业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你们又为什么会去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决策呢 其实我们是在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 我们发现到其实在我们的公司 我们想要打造的不单只是做就是一套业务 或者是给一个方案 而我们想做的其实是要打造整个生态系统 就是新能源的生态系统 所以要打造整个性能源生态系统底下呢 我们就看回我们的组织该如何的去做restructure 然后让各种不同的公司都扮演它更好的这个角色 那可能未来在做融资啊 还是当我们在做人才管理 还是一些人才招聘等等之类的这些策略的规划 它都会来得更加的具有系统性 而且它会更加好的去规划 所以呢 就是在这整个品牌重塑呢 其实我们也做了整个公司架构的重塑 我们的这个控股公司 就是总公司呢 就叫Plus Accenture Holding 基本上就是在于不断的开发 新能源的一些商业模式 还是一些新的一些公司的投资等等之类的 都会在于我们控股公司去进行 凡是所有corporate strategy的 都会在我们的corporate level的 这个holding公司去进行 而子公司之一呢 就是Plus Accenture Services 之前就是叫做Plus Solar System 它还是会做回就是一站式的 所有的一些服务 比如说TAM的目前 还是会是我们的 其中一个主要的这个服务 说EPC就是作为工程采购 这个建设 还有这个做Operation Maintenance 这些都会是我们继续做的 同时呢 其实在Plus Accenture Services里头呢 我们也多开了一家子公司 它本身是做这个投资的 就是叫Plus Accenture Asset 就是我们同时 不单只是会做这个工程采购 还有这个Construction之余 我们本身也是开始踏入了 就是变成这个TAM的系统 还是任何的这种电站的投资者 OK 所以这个是Plus Accenture Services 子公司的这个业务的范围 而另外一个子公司业务的范围呢 就是Plus Accenture H Technology 顾名实义 Technology就是我们的科技公司 所以这个公司呢 将会专注于所有的这些 凡是跟人工智能啊 还是这些物流网啊 AI IoT 这些科技 或打造这些Smart Energy Platform 有关系的一些业务 所以在里头呢 它都是更加有弹性 更加可能用不一样的方式去 打造Smart Energy Solution的 这个业务的范围去发展的 所以这是我们两个主要的子公司的一些范围 还有各自本身的一些策略 整体公司来说的话呢 我们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把这个新能源 让它更加的实惠 让更多人都能够从中 能够用到更加干净 还有更加智能的这个电力 嗯 是 其实这个部署啊 其实也有看到在文告当中 你们说 也是为了因应可能 未来会来临的这个EV 就是电子车的那个充电站 等等等等 可以发现就是说 其实Plus Accenture H Technology 这个部署是为了更应对说 接下来的10年20年 是一个非常长远的一个打算 那谈到长远的打算呢 其实你们有说 未来的三年 你们相信营业额有一个很大的突破 可以来到这个5亿令吉 而且呢也计划将业务拓展到两个国家 能不能跟我们透露一下 其实所谓的两个国家是哪两个嘛 然后你们设想当中 区域性的突破 会是长什么样的模样呢 嗯 那我们这个区域性的突破 它当然包括了地理上的区域性突破 也包括了我们在业务这方面 各种不同的这个区域性的突破 这一脸串的这些开发的这些互动 而另外一个国家呢 其实我们目前还是保持着一个 比较开放性的方式 我们有在看着比如说东南亚区 像是飞兵啊 还是未来有可能的这个意拟 还是比如说台湾等等之类的 这些地区都是我们正在 目前都在部署着的 而在接下来三年呢 如果说到就是新能源这一块 所有的这些科技 还是商业模式 不同领域的这个扩展呢 我可以说它其实是有几点 可是全部都像我刚才前面说的 它都是源自于这个 smart energy ecosystem 智能生态的这个平台 去出为出发点的 第一个呢 其实我们目前也开始在开发着 就是做这个储能系统 就是energy storage system 我们目前也是在 沙拉尔越也是在做这些 像这样的项目 而且我们也在接纳着 各种不同的这一些 储能系统的基础 其实我个人觉得在未来 尤其是在东南亚区 甚至是在马来西亚 三到五年里头 储能系统肯定会是下一个趋势 所以除了储能系统之外呢 比如说像是EV 这些charging machine 这些charging station 也是在我们未来 就是在看着 在部署着的其中一个领域里头 因为在未来 我们非常的相信 当所有的这些电子车 电动汽车 价格都更加普及化的时候 那肯定整个能源的整个生态 它会跟过去我们所认识的 那个能源生态 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 正在处理当中的一些 业务的开发 当然也包括了 我们目前正在看着的就是 我们过去都是非常专注 就是B2B 就是在于我们跟这些企业之间的 这些用户 还有这一些方案 我们就觉得 其实有很多的普罗大众 就像你我他 我们其实住家 都还是用着很传统的能源 那我们应该如何 能够让更多的这些住家 住户能够享有更加智能 而且更加干净的能源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上个星期 我们就推出了 就是这个B2C的第一个 Rent to Own Model 就是这个租赁计划 就是我们是全马 也有可能是全东南亚区第一个 就是做太阳的租赁计划的公司 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把所有的这些价格 都完完全全的把它降低 让普罗大众 所有人都能够更加 能够负担得起 这个比如说太阳的系统 在他们的住家 所以这一些从B2B到B2C 不同的这些科技的这些发展 还有这一些不同的商业模式 都是我们公司不断的正在扩展的 当然也包括了我们目前也是非常积极的 在开始投入 就是我们自己会投资 这些太阳的系统 其实听到传真的这样子的分享 就可以发现到说 其实你们公司的整个的 对未来的规划是非常的有策略性的 不管是到这个越南去投资去拓展 我觉得越南是一个非常策略性的一个选择 你们也很开放 就是其他东南亚的国家 我觉得这是很棒的 那再加上你说到的这个B2B到B2C的 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还有你刚才说的这个Rent to Own的部分 我觉得是等一下我们要好好 再继续向您请教 但是在那个之前呢 其实想要来就是先请教您 就是说是否你们有想过 要为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中小型企业 来对他们进行一些服务呢 因为我们知道一些大企业 像是IKEA 高湾Food UWC等等 那他们都是大企业 那么小企业呢 小企业会不会是你们 也想要去努力的方向呢 没错啊 基本上我们是不分 就是中型大型还是小型的企业 反正只要他们需要能够 从这个能源这一方面 能够得到一些 让他们能够开源节流的公司 基本上都是在于我们服务的这个范围里头 所以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公司里头 其实也是有不少这个就是SME公司 都是我们的客户 很多都是本地公司 还是本土公司 有些可能是第一代 可能是第二第三代 都在经营着他们的生意 基本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公司 在全马各地 我们都各自都开了不少的这个分行 就是从西东坡 以保 槟城 还有柔佛 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更加能够贴近 我们所有的这些客户 尤其是这些中小型企业 是散播在全马各地的 能够让他们享有更加好的服务 而且更加迅速的服务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在于 我们要服务的这个范围里头的 当然里头也包括了我们这个 AIoT的这个智能电力平台系统 也包括了如何要做这个太阳的系统 能够让他们能够省电 或者我们的这个Zero Capax的这个PPA model 对 所以这些都是在于我们要服务 范围里头的一些策略 这边我可能追加一个问题 因为刚刚船征有提到说 你们其实有试图说 打造一个community 然后帮助很多的中小型企业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那能不能请你说说 其实这个部分的设想是怎么运行的呢 OK 这个community的设想 其实主要是 我们是在看着B2C的这一块 因为当时我们看到了就是 如果今天我们要做一个非常不同 不一样的这个商业模式 在于让更多马来西亚的这些住家 都能够享有太阳能系统的话呢 那可能是上千的这些住家 都是要去安装的 那么以其我们自己去做的 这些安装跟施工 或者是去做这些销售 为何我们不要就打开 我们的这个平台 就是打造像一个 Gate Economy的一个模式 让更多的马来西亚的所有的民众 可以以个人的这个身份 或者是可以以公司的这个身份来参与 他们可能可以做的是销售 可以做的是安装 因为目前其实有好多的这些 具有这些技术能力 还有经验的这一些大马人员 他们都能够做不同的安装的 那我们都欢迎他来我们的平台 当然也包括了售后服务 所以在这个平台上呢 我们不但招聘 或者是欢迎更多的大马的这些人士 大马公民 我们也会提供所有的免费的这些培训 一切全部都是免费的 有点像Gate Economy 就是像Gate Vrival这样子的感觉 对吧 没错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之余呢 就是一些比较针对个体 或是微型企业的这个工作机会 但一直同时我们发现说 你们也有这个跟Incent Holding Incent Holding这一家上市企业 其实据我所知 它当然有一些新能源的部分 但它应该是传统能源 17行业起家的一家公司 你们也有跟他们进行合作 想了解一下这样子的合作 其实你们彼此之间 达成怎么样的契约 然后这个合作 对你们的这个部署的战略 意义又是什么呢 好 跟Incent Holding这个合作呢 其实对我们来说 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个挺关键的 一个策略的这个partnership 怎么说 从Plus Exchange的角度呢 我们过去都是 主要是以EPC为主嘛 所以基本上就是在今年 我们已经开始开发了 另外一个企业 就是专门去做投资这个电站 就是我们拥有这些电站 就是以其EPC business 就是contraction business 我们现在将是这个developer 也是这些power plant asset的investor 所以在asset investment的这一块呢 当然我们有我们的这个优势 而同时呢 就是这个Incent 他们本身也是有他们的这个优势 因为他们 虽然目前在马来西亚还没有 但是在全球各地 他们其实拥有自己的一些 这个再生能源的电站 还有系统 他们目前已经有超过 200多个megawatt的这个太阳能的这些系统 都在一些是在应允着 一些都在进行就是安装当中 所以他们也是拥有这些国际的一些footprint 甚至是一些在asset management的这些knowledge 而我们这里的优势呢 就是在于我们非常清楚 马来西亚本土的这些企业啊 还是建筑物的电力问题 而且我们涉足马来西亚 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地方都有我们的人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看到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 共赢的这个方式 就是synergize 我们各自的优势 那我们的确能够把这个asset investment 就是从马来西亚开始做起 能够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当初就有了这个想法 就是要一起合作 当然另外一点我们也说的就是 因为在目前疫情的时候底下呢 我们看到有好多的企业 他们其实想要就是去用太阳的系统 来降低他们的电费 而太阳的系统呢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需要 initial investment capital的 所以在需要这个high cap的状况底下呢 很多人就因此此步了 而我们呢就打算用这个 zero cap的PPM的model 来让他们能够在于 不需要付任何一分这个cap 就能够拥有太阳系统 而且也从我们这里 能够购买比电力公司来的便宜的电费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 我们打算在如何就是创造双赢 甚至是三方的这个win-win situation 的这个概念底下去一起开发的 我相信很多的企业 他们在思考 要不要使用太阳能的时候 当然最先想到 就是关于它的效益的问题 那如果能够把这个 capital这个部分的因素 先拿掉的话 可能就会让更多人愿意 进来尝试这个新的能源 那其实接下来想要就是 请教一下传真是关于 这个source的科技 这个一瞬 我们很好奇的 它是一个怎么样子的科技 它可以如何帮助企业来 节约电费呢 其实对 其实这个概念呢 就是在那时 我跟我的co-founder Ryan 我们有在谈着 我们应该如何利用 现在目前最新的这些科技 来帮忙这些企业收回 因为过去呢 我们面对到的就是 我们帮忙一个建筑物 就是装了太阳能系统之后呢 感觉上他们的确是能够省电 但是实际 他们的这个建筑物里头 所有的这个器材 说成冷气啊 还是一些 plan machinery的这些基建呢 他们那些用电的方式 还是一样的 还是不变的 而我发现很多问题呢 都是在于 可能他们在于 这些用电的过程中呢 这些机器呢 这些基建呢 本身都是用一个 比较传统的方式去运作的 而当中它缺乏了 可能就是机器跟机器的沟通 所以当时我们就发现到 如果今天我们能够 善用这个人工智能 还有这个大数据的这一些 科技的这些系统 我们能够帮忙一家建筑物 所有的这些 machinery 我们都能够采取他们的数据 可能一个三到六个月的数据 然后从中我们能够 让他们分析出 他们可能早上还是 下午在某些时候 怎么他们用电量会非常的高 而在那个时候 可能这个machine A 这个机建A会跟机建B 就是说我这里要开始了 你那里可能可以停一下 还是空调 某些房间可能比较少了 某些房间比较多人 那我不同地方的空调系统 我该如何的去互相沟通 能够达到这个省电的这个效果呢 就是在于这些想象之下呢 我们就打造了这个source这个平台 所以source的平台回到来 我们就只是要达到 就是一个效果 就是智能省电的这个效果 是 那听起来真的是 如果你又有太阳能光伏板 你就不需要给这个传统上的电费 然后又有进行这个省电的话 那长期以来 对企业来说肯定是很大一笔经费的节约 那我们刚刚就聊了很多关于B2B 其实传政友聊了很多他们的平台底下 给予很多微型企业 不仅是一些大企业的一些优惠 或是说一些零capx的服务 接下来也想聊聊这个B2C的部分 我们知道说是你们的这个 跟Subplace推出的这个太阳能租赁服务 Rent to Home 像你刚刚所说应该是全马 乃至于全东南亚第一个 第一个这个做租赁服务的 这样子的一个公司 你们究竟是为什么会想要这么做呢 那个潜力在哪里 然后也可能可以简单的说一说 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 这个服务是一个怎么样的服务 其实这个B2C就是这个 所有住家的这个市场非常的大 马来西亚根据就是之前的数据 我们差不多有3.2个million 就是325万的这些租户 这些租户呢 其实目前坦白说 如果中有太阳系统呢 我个人觉得 它的这个比例是非常的低的 所以我们就在看这个就是 这个市场其实有很多空间 那目前呢又有另外一个趋势就是 过去我们这个叫New Norm 但是现在我不觉得 这个是一个新常态 它已经是个常态了 就是我们大家都在家里工作 所以我就在这段期间 其实我很多身旁的朋友 包括我自己 我们的住家的这个电费 都不断的上涨 那我们就在想着 如果今天有这个市场在 而又有一个痛点 家里的这个电费都不断的上涨 那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解决方案就是装太阳能吧 那我们发现到 这个解决方案 它也有它的问题 就是要装太阳能的话 其实很多人很难复杂着起 第一 他本身需要这个比较大的 可能一个20 20多千 可能最高高达 可能到80多千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的 反正我家里就是省店的 如果你还要我再 就是投入一笔费用的话 那感觉上就是 那个逻辑性不太在那里 而另外一个方案呢 目前大家所拥有的 就是可能会跟银行贷款 贷款底下呢 就能够就拥有太阳系统 就说每个月就费银行这些 利息啊 还有这些款费嘛 而它当中呢 其实又会影响到 很多人的这个credit limit 比如说我可能现在已经有房贷 还是车贷了 那其实我不太想要我的credit limit 受到影响 这些很多都是我身旁朋友 还是我们很多客户 都跟我们说的 那我们就说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租赁的这个platform 也许它会是一个不一样的 这个方案 而我们就发现到 其实在马来西亚 或者是在东南亚区 没有人做这一个 但是租赁服务 却有在其他的领域 有在进行着 比如说是按摩椅啊 还是比如说像Coco的这个 水机系统等等之类的 都做得非常成功 而且我们发现到 这个business model 能够大大的能够下降了 所有人的这个负担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当下就做了个决定 是话不多说 我们就跟这个subplace 就一起开发这个项目 所以这个注定信头的 基本上全部都是plus exchange 我们正在进行的 而我们其中跟这个subplace 主要是在于 我们客户体验的 这一块的提升 因为subplace本身 他们是the co-founding team of这个Coco 他们已经有非常的这些 多的这些客户的这些 服务的这些经验的 所以我们相信 有他们跟我们的这个合作 能够更加好的提升 所有我们客户的这个体验 所以他的概念很简单 非常简单 就是今天如果你家里 你想要享有这个太阳能系统的话 最低最低 你只需要给个388块钱每个月 每个月给388 给5年就结束了 当你付完费之后 太阳能系统就是属于你的了 而从第6年到第25年 为什么25年呢 因为太阳能的这个warranty period 是25年 的那20年里头 都会是免费的电力 所以这一个对很多 我们身旁的朋友 或者是我们的客户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好 也是非常friendly 非常友善的一个package 所以很多人都非常喜欢 这个租金进贯 基本上他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而且重点是在那5年里头 我们客户他并不需要付任何的 这个外的维修费 因为全都已经包含在里头了 了解 其实我想就这个价格 就是每个月388这件事情 我们可能再来进行一些的讨论 因为你们这个定价的策略 我相信可能是 是做过一些的market research 然后你们去找到一个 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个定价 但是或许在我们一般平民老百姓的 这个观念里面 会觉得说一个家庭 如果要支出388的话 或许来说还是 就是负担会比较大一些 那在这个定价上面 会不会在未来有所调整 或者是说你们有没有可能会 去推出一些可能价格 更加低廉的这些服务呢 所以目前这个是在我们 做了所有市场考察之后呢 其实我们的整个服务的 这个价格的这个range呢 是从最低的388 就是到最高的844块 就是都有 所以就是依照这个用户 家里的这个用电量呢 可能他们就是从每个月的几百块 可能到每个月的 可能就是一千多块钱 基本上都能够在当中里头 选择最适合他们的这个 电力还有太阳能的这个方案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388开始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到 就是在马来西亚 所有就是那些用户 本身想要就是安装太阳能系统 来省电 他们通常的那个零界点呢 都是在于他们家里的费用 都是在三百块 或者是以上的 每个月三百块 或者是以上的这些客户呢 他们都开始会有一些冲动 就是想要去装太阳能系统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在现在目前的阶段 我们是先从388开始的 当然未来我们不排除 在于看整个市场的这个状况底下 我们可能会再推出一些不同的这些package 确实如果电费真的是太少的话 或许也不会有认为说 要买太阳能服务的这个需要 所以这个定价策略 还是有它的一些考量 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有一点蠢 但是我特别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太阳能服务 它是现在的目前状况 是只有lander的房屋吗 还是说比如说我住condo 也是能呢 这个部分是什么一个操作法 请传真分享一下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也是很多人都在问的问题 对所以目前呢 其实只有这些住家 这个lander property的这些homeowner 才能够去享有这个太阳能系统 因为如果是住到这些公寓啊 condominium之类 它有一个比较挑战的点就是 那个屋顶其实并不属于我们的 就是对 都是不属于这些住户的 它可能是公共的 对所以它会比较挑战 所以如果是在lander property方面 那就肯定是没问题 因为这就是你的家 那就是你的屋顶 对 那未来会不会也去跟一些 住家condominium的这个management office 或者是一些商办大楼 比如说我们财经 如果未来我们开始要自己的电台 我们想要主打 我们是对环境最友善 我们都是用新能源的一家电台的话 但是我又 我在办公室的选择只能够去选择lander的话 那可能这个支出又很大 那如果我要住在一般的商办大楼里头 那未来你们是不是也会去进入condo以及商办大楼的这个市场呢 其实在condo还有商办大楼呢 我们都有在服务者 比如说这个BFM的这个商办大楼就是Candy DDI嘛 在你们的屋顶的那个太阳系统其实也是我们公司去做这个设计还有安装的 对 所以Candy DDI的这一个建筑物本身就是一个绿能的这个绿色建筑物 所以因为它本身具有太阳的系统还有其他的一些绿能的建筑材料 所以这些其实已经是我们正在服务着的 也包括一些condominium 对 只要这一个拥有权 这个石油权 这个太阳的系统石油权 是在于建筑物本身 而不是里头的这个单位的用户 那其实是没问题的 是看来我们的英明的老板 就知道说 要进驻一家这样子用新能源的大楼 这样子即便停电也不怕 我们可以继续的运作 那今天其实跟这个传真聊了之后 可以发现真的是很多的部署 然后有很多的谋略 也有很多的Synergize 让我们看到说 不管是跟Incent还是跟Subplace 然后在聊这个B2C市场当中的可能性当中 都无时都让我感觉到说 新能源真的是未来的趋势 我想这也是每个企业家在叙述自己事业的时候 那种热忱吧 我感觉自己是被感染了 对 其实真的传真 它是一个非常有想法 而且我觉得它表达非常流畅的一个企业家 这个我觉得在我们做这么多的企业访谈当中 我们是非常喜欢这样子的企业家 他能够侃侃而谈 然后把他的公司的方向跟理念 也说的非常的清楚已经明白的 那另外一个我的感想就是说 其实在我们马来西亚 特别是我们身处的雪兰河州 就是虽然我们停水是很长 但是停电也是周不时有时候也是会发生 在未来来解决我们国家的这个电能 或者是这个能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相信新能源它会是一个解方跟一个答案的 那就让我们继续期待你们公司 未来的一些发展 谢谢你今天传真来到我们开门见商的节目 谢谢 谢谢 谢谢Isa 谢谢洪耀 开门见商是由财经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YouTube channel BFM财经 以及各大的podcast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 这个节目每星期到星期五 每天准时更新 对节目有任何的意见 都欢迎私信到财经的脸书专页 开门见商 我们下期见